畫面上穿著藍色上衣老翁 攤坐在鐵軌上無法動彈 火車就在距離他不到5公尺的地方 幾乎快要撞上 熱心民眾拿著椅子跳下月臺 將老翁扶起 站務人員也在一旁協助 只見老翁雙腳無力 額頭也不斷流血 頭上貼著紗布 左腳也打上石膏 85歲的李姓阿伯 就住在暖暖火車站鐵軌旁 周日下午原本打算自行修房屋 才爬上梯子 不小心沒站穩就摔落到鐵軌上 正好一輛火車正要近站 差一點就撞上 走路這輛是拍照過的 拍照過喔 現在有人來看嗎 有人來看你嗎 有人來看你嗎 我們是 有來看你嗎 來看你頭看你買 我帶你去看醫生就對了 回到事故現場 老翁就住在月臺旁 平常一個人住 事發後也通知住在桃園的孫子前來 這回幸好民眾和列車長幾時發現 才沒有造成惡度傷害 記者 黃燒民金融報導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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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